好接下来看鬼屋第四天的任务相对会难一点 好接下来看鬼屋第四天的任务相对有三间房间 首先你要打开你的手电筒 然后你就有一个线索 这线索会影响到你这个解锁的问题 来看一下这个线索是什么样 Misery 那么他告诉你是Misery 你就去找Misery这本书他的出版时间 你要用Google查一下Misery 进入第二个房间是开锁 那么你去Google找的话是1987 然后这里进入到他里面的房间 那么接下来你还是要看这个线索 那你要弹的 这个就是你要弹奏的 曲目线索 然后你要点击这个竖琴进行弹奏 但是你还要回去四楼的书房 找到你要的乐谱 接下来你要点击这个竖琴进行演奏 但是你要谈什么就取决于你的线索 每个人的线索是不一样的 就取决于第一句话 他说在天空变亮之前天空变红了 那你就去找天空变红的那个乐谱 然后你要回到四楼的书房 找到他的乐谱 然后你要找的两个线索 都在左边这个柜子里面 他这有五个乐谱的 这个 然后我要找的是这本 这个乐谱 他名字叫雪星的黎明 然后你要弹奏的时候 只要弹红色这些音符 然后你要记住他 然后回到这清房 一步 然后再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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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都 哎成功 好最难的一个部分过去了然后接下来跟幽灵对话 因为你要给他喂这个饼干 所以你要去厨房 厨房是在二字楼 那个二楼 好来到厨房之后 然后点击这一个罐子 然后你要去搜集 那个食材 跟 第二天的任务是一样的 那么打完食材 之后 你要知道 你要做什么 根据线索 你需要做饼干 给那个鬼 所以 你现在还需要回到四楼 找到书房里 这个制作饼干的这个配方 那么来到书房 找到右边这本书 饼干是这个 那你要一个鸡蛋 一个面粉 还有五个发烫的石头 还有五个发烫的石头 然后再回到厨房 提交食材 给 那么 饼干就做好了 就交给那个鬼 这样子 就拿到了钥匙 这样子 就算是这样子 那就算是这样子 就算是这样子 就算是这样子 那么 第四天的任务就结束了 相对难一点 因为它 要做的东西稍微多一点 你要去弹琴 还要去找这个食谱 但是 还要去找这个东西 不得了 你还要去找这个东西 要去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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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